他不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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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坑 不是一個羅拔一個坑 如果他一個坑都不要緊 他有一塊碑在那裡寫字 什麼先生的紀念 總之有一個碑在那裡 他平的都是碑 市政府將所有的那個月死的 比如有八個人 包括當地的人 其他的人 其他膚色的人 其他移民 總之那些沒有人收拾的那些 他就掛一個洞 可能棺木最難的那些 好像疊銜一樣疊上去 因為我們看過 許智苑自己的外祖父 也是早期繳交500元人頭稅 入境的金山客 只是留下他的外祖母 是家鄉帶著子女 長年難得一見 許智苑1960年代來到多倫多進修 從60年代到70年代 參與過長時間的社會服務 他出版過多本著作 寫到關於唐人街的歷史 他是提倡唐人街文學的第一人 他的著作成為 研究仙橋歷史的重要參考文獻 他說大約在1960年代 連美國經濟都十分蕭條 大部分華人都過著 Dollar Day一日一元來過生活 如果要回鄉下 盤寸太貴 整輩人回去一兩次都不容易 有鑑於不少華人死無臉壯 他當年就建議成立異壯委員會 並且擔任了主任委員 獲得社會上很多人的捐助 埋葬把事情後事就把它解決好了以後 再去幫他找 通過大家朋友的關係 再去找到有沒有親戚在中國 所以就把東西再寄還回給他們家 或通知說他已經在這邊不在了 在1980年代的時候 加拿大已經是一個多元文化 你知道 所以他對於華人也有些平緩 不管是不是我們華人 就是一般假如在加拿大這邊 有什麼沒有親戚的人過世 他們也有自動出來幫他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中華會館這件事已經不需要 聽見說 當時因為遺壯委員會 慢慢的家人就來 時而世亦老的已經死了 那些沒得歸土的 是一定要靠遺壯的時候 那些已經越來越少了 我們看到的 但是有些錢在那裡 那豈不是建的仙僑紀念碑 於是在1990年就樹立了這座紀念碑 這就是安省華人仙僑紀念碑的由來 回顧那個年代的海外華人 真是體會到人離鄉戰 於是同鄉的中親公所 就可以幫助到他們在經濟和生活等方面的需要 唉 以前知道生活很難 以前沒有那麼多錢 現在就因為我們公所 就投資有幾個師傅 那就做事先了 時而世易 加上科技進步 現在新移民很快就可以融入新環境 而且非牟利的社區服務機構也紛紛成立 社團、會館、中親會、同鄉公所 他們的歷史任務是否已經不復存在呢 所以中國的鄉土的那個觀念是有的 所以我經常說我們不管在哪裏 因為由於我們中國強奔不奪主 這一種的六輪政策 就使得中國人很安分在外國 變成建立自己的形式的傳統社會 中國人有個聚集 所以不是也是新火相傳的 許志遠認為新火相傳其實在於文化的傳承 由於中國文化有其本身一定的特質 博大精深 既可以容納別國的精髓兼容並促 亦都可以以西學為用轉為中國化 但是如果全盤否認中國文化 將中國文化轉為西洋化 那就會喪失了中國文化的本來面目 這個創新是文化之中不能少一個元素的 畫藥也好 文學也好 如果將西洋化的技巧放入是中國化 這樣就不同說了 你的創新中國傳統 你不能說 時時都是傳統的 你必然是有創新的 以黃江夏雲山公所為例 他們每三年一度 輪流在全國六個大城市舉辦 或者參與全家王氏恨親會 就是要保留超過一百年的歷史傳統 不斷為同鄉的情誼加溫 與此同時 他們又積極推動年輕人參與 促進新一代梯隊為公所 為社會盡力 我們的青年部很健全 我們的青年部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說 每個人都很羨慕 你們黃氏就好 有一班接班人 這些就是實事的 我們那班青年很努力 有什麼喜慶 他們每個人都回來幫助 就是這裡是姓黃 他們的父母來到 現在他們的孫子 他們的兒子 我們年年黃氏有個爬龍舟 今年爬龍舟組別賽第一名 有他們帶來發展我們的會 因為我們這班人老了 明白嗎 所以我們一定要栽培青年 而許知願亦都認為 喬社要繼續發揮作用 就必須為年輕人提供機會 負責人的任期不能夠過場 否則就會恩群苟且 燒虧曹徐 這個問題就是問題 你拿不拿到人在這裡 有些老華僑 他未必沒有新思想 但是新華僑未必有這種責任感 慢慢效一代的人 如果他不懂中文 就是一個危機 我們華人 現在我看到很多年紀清零 已經是在主流社會 參加加拿大的政治人事方面 當然各行各業都有好的優點 這樣的話才會 我們才會出聲 出我們的聲音 為我們華人做更大的 一些優勢的事情 那是我們就可以回饋我們的社會 一個是回饋在地的社會 一個我們可以想往我們華人 一個團結的力量 好好的把這個下一輩 小孩子培養長大 當然也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的根是華人 我們是華人的後一代 所以還是要 當然要想到我們的根 是從哪裡來的